一開始 一開始掌聲 華劇後菜鳥的燦爛時代 男女主角顏雅倫和曾芝橋 率領全部演員出席 三立特應會 與上百位影迷見面 該劇播出後 在網路獲得好評 收視率開出紅盤 但顏雅倫的褲子 也成為網友討論焦點 他更被曾芝橋猛虧 比球的洛海帥 在我們常天上 一半播十分鐘 整個鄉民討論 就已經直接爆掉了 真的嗎 他們討論什麼 新郎的褲子都好崩喔 讓他們看的時候都好害羞 最好是有人討論這個 你等一下自己回去看網路 是你去發言的吧 沒有 N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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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 這場很好笑 你真的很好笑 我也是 而且原阿魯 回家上班的時間 也真的是非常巧妙 當你再成為台灣第一帥之後 就有人進來 對啊 全世界排名27頁 連球的路都在他後面 我不是這樣講 不好意思 我先回家 對 而且他一直跟你 你跟台灣第一帥 合作的感覺 我跟他就在說 就是他剛剛有一幕不是我 就跳在他的胸膛嗎 然後他不就有點憨 然後這樣子看我嗎 然後我就說 哇賽 帥哥耶 帥哥 對 你發音很標準一點 很帥耶 先前師姐Selina爆發婚變 顏雅倫在臉書上轉發貼文 並寫下祝福兩字 卻仍遭到網友炮紅失言 她今天也公開回應 認為給予師姐祝福和鼓勵 是很自然的事情 希望大家不要多加揣測 我的確是覺得很莫名其妙 因為有些特定的人 會把它放在這個焦點上面 就是那些比較不理智的人生 但是我覺得大部分都是好的 大部分的出發點都是好的 那我的出發點也是好的 那我跟師姐的情感也是 從以前到現在都蠻熟弱的 然後他們也都會給我很多鼓勵 我想我在這個 他最需要鼓勵的時候給予鼓勵 是為人應該做的事情 對 好 左邊再一次